共生党主席纳杜斯里安华两天前指出 他持有证据能够证明伊斯兰党确实 曾付了142万令吉给沙拉越报告主编克莱尔 要求将该党收取巫统9000万令吉 政治现金的诽谤案庭外和解 而安华口中所谓的证据疑似曝光了 沙拉越报告昨晚将这张银行支票 和一些银行文件通通刊登在网站中 借此证明伊党主席哈迪亚旺的确付钱求和 不过伊党宣传局主任纳斯鲁丁第一时间否认 说照片中的支票和银行户头号码都是假的 但是支票的收款人阿美利 也就是克莱尔的代表律师 却直指纳斯鲁丁撒谎 因为这张支票是在他面前写的 沙拉越报告网站主编克莱尔 昨晚在该网站刊登了一张支票和一些银行文件 证明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确实向他支付了142万令吉 以便庭外和解起诉他诽谤的案件 克莱尔在文中附上了一张哈迪赔偿的伊斯兰银行支票 数额为142万2980令吉 日期是2019年1月31号 收款人是律师阿美利的托管银行 而他也是克莱尔的代表律师 克莱尔还在文中批评伊党 在双方打至庭外和解后伊党还是不断地扭曲和解内容 甚至还违背保密条款 不但公布了这些条款还误导大马人 指他们没有付钱给沙拉越报告 这让他很不满 因此决定拆穿伊党的谎言 对于这个劲爆性的爆料 伊党宣传局主任纳斯鲁丁马上站出来反驳 说这张支票和户头号码都是假的 纳斯鲁丁说 他的一些朋友尝试转账到这个户头 但钱不能过账 这证明这个户头根本不存在 不过支票收款人 也就是克莱尔的律师阿美利 却出面反驳了 他说这张支票的银行户头 确实属于克莱尔 阿美利也证实支票是在他面前开的 而且支票也已经获得马来亚银行批准过账 NTV7综合报道